歡迎收看決戰關鍵 人群哥 今天大家都想問 現在柯文哲是腹背受敵嗎 前面有什麼 有三大暗示在等著他 現在藍綠議員要查之外 據文檢調也要介入了 他後面敵人是誰 腹背受敵 背是誰 是 難道真的就是黃國昌嗎 因為比聲量比來比去才發現 黃國昌在立法院咆哮 都比你柯文哲聲量大太多了嗎 我覺得柯文哲作為政治人物裡面 數一數二的百萬網紅 最近的這個所謂在網路上的聲量 確實也讓大家覺得 他在網路世界裡面 是不是有一點受挫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看柯文哲最近被談論的 很多的東西 都是要當台北市市長任內 所通過的一些案子 所以很多人現在就開始問柯文哲說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民眾黨你有辦法再繼續選 2028你說要選總統嗎 你知道柯文哲居然講說 我告訴你 他說現在已經開始在做第三代的計畫 大家覺得很奇怪 什麼叫第三代的計畫 柯文哲說 我就是第一代 我是創黨對不對 第二代就是所謂的民眾黨 現在立委黃珊珊 黃國昌 還有新竹市長高鴻安 這個叫做雙黃一高 而且最重要的是 告訴你接下來要培養第三代 要準備接棒 還說他們都已經在做 花很多錢在做選舉研究 但問題就回來了你知道嗎 但會覺得說你做這些選舉研究 之前那個補選的部分 你們不是也是輸得很慘嗎 結果柯文哲說 我知道會輸 但是我就是要下去嘛 但是他補了一句 2026會決定2028 如果2026選很差 民眾黨就可以收攤了 真的擺爛吧 沒有我告訴你 我其實覺得他有可能就是 習近平口中那個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他怎麼可能會收掉 如果今天2028他不收的話 民眾黨政黨補助館就拿不到了 他之前跟大家講說 我們沒關係 我們輸都沒關係 我們義無反顧拼一次 才幾個月就直接說 我2026如果選的不好 那我們2028收收囉 洗洗碎 可以這樣 沒有我覺得他的話 你聽聽就好啦 因為他經常今天講的 明天又說的不一樣 但問題就來了 您剛特別提到說 現在外界看到 他在民眾黨裡面的聲量 其實另外一個跟他對比 叫做黃國昌 黃國昌因為 他其實在立法院裡面 目前是立法院的 這個民眾黨黨團總召嘛 你問立法院民眾黨的策略 是不是要問黃國昌 是 你問說那個民眾黨接下來下一步 你們要不要跟藍白合作 跟藍綠合作 是不是 還是要問黃國昌 是 所以很多聲量都集中在這邊 但問題是黃國昌 這個常常上版面 就是像畫面這樣 最新的就是在立法院裡面 跟這個范雲有沒有 在那邊大小聲說 你幹嘛跑到我旁邊 我有欠你嗎 我有欠你嗎 這樣子 結果民進黨說 你欠很多 為什麼你都不投票 結果民眾黨就這樣 我們不是不投票 你們不要在那邊 誤導視聽 但問題是被問到說 黃國昌這樣 會不會給民眾黨 帶來一些的壓力或困擾 結果柯文則說 黃國昌如果戰鬥力很強 就讓他盡量發揮 他說難道他戰鬥力強 就要跟他講說 你不要發揮嗎 他說不是不是 他說重要的是 每個人做好他的工作 合起來就是我們 最大的戰鬥力 但問題來了 立委的工作 不就是要投票的時候投票 然後要表達你的意見 那民眾黨在很多時候 他說沒有啦 因為都是這個什麼 什麼變更議程 什麼我們都不投票 可是你今天 這個負面的印象 一直進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如果是這樣 你怎麼去拓展 你民眾黨之外的這些 本來不屬於你的人 你想要把他挖過來 變成支持者 任君哥 你知道裡面最妙是什麼 是柯文則跟黃國昌的 這個互動上面 今天我們剛剛講的 柯文則身陷三大案裡面 黃國昌好像說 事不關節樣子 你之前不是很正義嗎 你應該會幫忙他講話 看起來是沒有 好 現在又被問到說 黃國昌 你是不是想要取代他 成為民進黨的頭呢 他說沒有評論的必要 他也沒有去反駁什麼 沒有評論的必要 他在想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嘛 黃國昌在這個階段 絕對不會說 不支持柯文則 所以黃國昌被問到的時候 他沒有不表態 他說他認識柯文則 這幾個月的時間 他認為柯文則 不是外界批評的這種人 但是我也講說 我們經常看到什麼 詐騙案或幹嘛的時候 他的親戚朋友都說 我也不知道他會變成這樣啊 所以我認為黃國昌的戰略很簡單 他在這個階段 一定要跟柯文則呢 若即若離的緊緊綁在一起 我這樣講是不是很奇怪 什麼叫做若即若即的緊緊綁在一起 意思就是柯文則的事 我絕對不評論 但是你問我相不相信柯文則 我一定告訴你 我堅決相信他 對 因為這時候小草才會繼續支持黃國昌 不然的話你一批評這個柯文則的話 那你怎麼辦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民眾黨 你們在上一次選舉當中 已經難過了 第三勢力裡面絕大多數都往你這邊走 你能夠在拓展的這個族群裡面的票數是有限的了 如果你用這種方式 面對到藍綠這種選民 你想要再把它給拉攏這種狀況之下 我認為就這個階段來講 對民眾黨會有很大的難度 最關鍵的是現在三大案 北市科案件 金華城案件 台志光案件 台志光現在檢調已經在辦了 送了不少人都被欺壓了 現在你要告訴我的事 現在檢調要介入其他兩個案件了 包括了北市科案件 包括金華城案件 尤其金華城的案件 這個比北市科還精彩 對 北市科檢調會不會介入 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市府內部告訴我說 檢調已經開始來要金華城的資料了 坦白說 因為金華城監察院已經調查過 而且認定有重大為師 那監察院因為調查的只有行政過程 監察院沒有司法調查權 所以他只能說 從這整個流程來看就是不對啊 就是怪怪的 天察院已經決定這個是有違規 已經認定了 好 現在檢調是要進來 所以你們現在包括藍綠園要查 情況之下 趕快去要資料 要搶資料 而且你還拿到一個神秘的音檔 整個過程都有錄下來 對 我們上個禮拜一了解到說 檢調也要查金華城的時候 台北市因為就趕快通過 然後要組成專案調查小組 為什麼 因為只要一進入司法偵查程序 台北市政府又說資料不給我們 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所以我們就搶先成立 然後我就搶先去調 所謂最核心關鍵的兩次會議的錄音帶 因為書面 柯文哲每次都嗆說 你公布會議紀錄啊 公布會議紀錄 我告訴大家 會議紀錄 根本沒有一個字是討論過程 整個討論過程 只有一個字 叫做略 略 只有結論啊 沒有討論過程 所以柯文哲當然嗆你說 你公開會議紀錄 因為沒有紀錄啊 我們現在只能靠錄音帶去翻譯 譯文出來 但是這個兩個錄音帶 我現在拿到兩個錄音帶 共100多Mb 所以是個音檔非常龐大的 所以這音檔裡面是完完全整的過程 而不是一個略就可以解決 他或者是擊垮 柯文哲最重要的音檔 對 而且更神秘的是 最關鍵的那一場都社會議 在審核容積 最關鍵的 總共有23個委員 其中有9名的現任官員 3名的退休官員 其他都是外部學者 我告訴大家 現任官員都不敢出席 都請假 9名裡面 他們是被請假嗎 9名裡面有7個都請假 然後出席的人裡面還有1個回避 總共9加3 9名現任官員 3名退休官員 他們都有官員背景 他們知道法律的問題 這12名裡面 有7個都請假 然後1個到了現場 他還回避 所以也就是只剩下3加1 3名現任官員 加1名退休官員 那1名退休官員 還是誰你知道嗎 是後來到民眾黨 去當民眾黨秘書長的退休官員 這樣子 全部交給外部學者 來審 現任官員 面臨這麼重大的開發案 他不敢出席耶 後來前一陣子 我終於把事情兜起來 前陣子李四川 神神秘密的一抹微笑 告訴我說 當年反對的人 在那一場會議都請假了 所以我就很好奇 那當年反對的人是誰 原來就是現任官員 那請問一下 柯文哲的現任官員 不敢出席這一場都社會議 是知道有問題 不敢出席呢 還是被上面要求說 你若反對你就不要出來 你不要出來 你不要出席 要不然你出席 現任官員都怕法律問題 衛部學者 衛部專家 比較沒有法律問題啊 所以是不是這樣 我們接下來會查 見面